哎呦 天啊你看 我其實沒有靜置很久 這一瓶可以 他覺得很噁心還是覺得很療癮 他給我看看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豆豆媽咪 今天這一集要來回應 好多人在後台私訊問我的問題 你是不是也常常到大創去 然後就會被他們 登登 這種在櫃子上面呢一整排的這種 一瓶一瓶的清潔劑 給吸引住 可是你看他這個清潔劑呢一系列 有四支 然後每次看到這清潔劑呢 都會好好奇喔哇 看起來好像很厲害而且在社團裡面的 討論度很高可是這四瓶呢 到底應該要怎麼用他們分別的 差別還有用途 有怎麼不同呢 今天豆豆媽呢就要帶大家一起來實際開箱 並且呢來跟大家分享他們 個別不同的使用方法喔 首先呢是這一瓶 討論度最高的電解水 它在後面呢寫它的成分是百分百的 鹼性電解水 很多人可能對電解水比較陌生 到底什麼叫做電解水呢 其實簡單來說呢電解水就是呢 將水然後用電解離子 正負能量的概念 達到呢去污的效果 這一瓶呢又特別的強調說 它是沒有添加任何的界面活性劑 也就是說呢它的成分就是水 然後把它變成電解水之後呢 就沒有添加任何其他的化學添加物 跟界面活性劑 那所以呢我們如果是用在像 家裡面有小小朋友啦 還是清潔小朋友的玩具啦 甚至呢家裡面有養寵物貓小孩的 其實這一瓶成分非常的單純 那使用上呢你只要清潔過之後 不需要再用清水做二次的清潔 欸使用上呢其實對我們來講也是比較便利 然後又比較安心的 所以呢它在上面呢就有直接的 在包裝上面有一些建議的使用場景 像是可以用在我們一般的餐桌的清潔啦 還是呢像是琉璃台的清潔 或者是呢特別推薦大家可以把它拿來清潔小朋友的玩具 小朋友會接觸到的地墊啦或是餐桌等等 那大創呢除了這一瓶電解水之外啊 大家也可能會在架上看到這個電解水的濕紙巾 這款電解水濕紙巾呢其實在社團上面的討論度也還蠻高的 那我自己實際使用過呢我是覺得 嗯好像有一點不太環保欸 如果說你也想要買電解水濕紙巾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我們可以在一盆水裡面加一點小蘇打粉 然後用紙巾去沾去做擦拭 其實啊效果跟電解水濕紙巾是一樣的 而且呢我覺得更省錢更環保 那大家可以參考看看喔 好接下來呢我們來實測 這是我今天早上故意留下的汙漬 咖啡渣 茶漬啊咖啡渣 跟這個是番茄醬吧 然後呢我們就來看一下電解水 它是不是有清潔的效果 欸擦掉了 然後這個也是 稍微噴一下 再來做擦拭 喔 好然後這個 喔 可以啦所以這一瓶電解水呢就是做我們居家的 基本的清潔 除菌清潔呢它的效果是OK的 那第二瓶呢就是這個 登登 種巢電解水 欸什麼叫做種巢呢 其實種巢啊在日本的用語就是小蘇打粉的意思啦 所以你去逛那種日貨店有沒有 你只要看到種巢就是小蘇打的意思 它和電解水呢最大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它添加了小蘇打粉 所以它的去汙能力呢會比這一瓶還要好一點 那這一瓶的建議使用情境上面就是包括了像是微波爐 然後呢還有冰箱的門把內外 以及呢像我們這種開關的地方都可以使用這一瓶 有添加小蘇打粉成分的電解水 以前還不到這一瓶的時候啊我自己就會將小蘇打粉然後加水溶解之後 再把它裝進去噴瓶裡面上去噴 可是每次要使用的時候你就要去調那個小蘇打粉 而且不小心如果說你調的小蘇打的這個溶液呢太濃的話 小蘇打粉還有可能會卡在那個噴瓶的噴口 然後你就會卡住就會噴不出來 所以呢有了這一瓶我覺得還蠻方便的不需要自己去調 這一瓶也非常推薦大家可以放在廚房使用喔 首先呢我們用這個微波爐 我們就用這個有小蘇打成分的電解水 然後呢讓裡面稍微的噴濕 那因為小蘇打它本身就有除臭 然後呢跟去油的效果 然後你看我這樣子簡單的擦拭有沒有 上面的髒物啊真的有被我就是擦下來 效果呢一定是比我們一般用清水要好 接下來呢是我們這個冰箱的門把 我們開開關關 然後這地方呢其實都會留下一些手痕啊 或者是油漬等等 那我們一樣呢就噴上小蘇打電解水 喔還蠻乾淨的耶 我覺得效果還不錯喔 所以小蘇打這一瓶的清潔效果也是OK的 第三瓶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一瓶 綠色包裝的 這一瓶呢叫做 備半碳酸鈉鹼性電解清潔噴霧 好長的名字喔 它跟前面兩瓶的差別呢就是 這一瓶呢是只有電解水 這一瓶呢是添加了小蘇打粉的電解水 那這瓶呢就是添加了備半碳酸鈉的電解水了 那也許你會問說到底什麼叫做備半碳酸鈉呢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Google維基百科 有這個寫它的化學式 簡單的告訴大家這一瓶呢 其實就是等於是濃縮十倍的小蘇打水的概念 所以它的清潔效果呢會比我們一般的小蘇打水 或者是呢前面兩瓶效果來的好 那它自己在包裝上面使用上面的這個 建議使用方式呢也很特別了 你看它建議你使用的地方就是重油污的災區了 像是抽油煙機啦或是呢瓦斯爐台 以及呢這個它可以使用在衣服上面喔 因為呢備半碳酸鈉對於分解油污 或者是特別是蛋白質的物質呢它的效果很好 那我們衣服的領口跟袖口有時候就是男生穿襯衫 然後上面會黑黑的對不對 所以呢這個也可以使用在衣服的領口跟袖口上面 好那接下來對於抽油煙機的這種重油污 我們就要用這個備半碳酸鈉這一瓶 那這一瓶清潔效果呢會比前面兩瓶來的更好一點 所以它是專門對付重油污的 好那我們就在這上面呢來做噴灑 記得在噴的時候啊這個下面呢要墊一個東西 不然它會那個滴到相濃的瓦斯爐台去 哎呦 有沒有看到 好像油污直接溶解的感覺耶 好那一顆球的部分我們來噴一下 啊呦 好喔 有強烈有感受到這個 油污溶解的感覺嗎 噴好之後呢我們接下來來做擦拭了 我們來擦擦看 看它去油的效果怎麼樣 喔 天啊你看 好輕鬆就把那個油污給擦掉了 所以這一瓶還蠻不錯的喔 大掃除的時候如果你不想要用一些就是 化學清潔劑的話呢 欸可以推薦這一瓶耶你看 剛剛那個都被我擦掉了 我其實沒有靜置很久耶 這一瓶可以 可是提醒大家要戴手套 我剛才來不及了 所以沒戴手套 你看我這樣一擦 這膜部也太可怕了吧 這是我剛才抽油煙機上面的油煙 然後呢我們來再試一個東西 這是我放在廚房的 就是放廚房紙巾的那個架子 然後在廚房的東西很容易呢 會沾上油煙還有灰塵 你看油煙跟灰塵的混合 好噁心有沒有 好我們來噴一下 背半碳酸納這一瓶 最厲害的 出動最厲害的 插過去 欸 可以可以可以這一瓶很可以 才49塊 接著呢是我們瓦斯爐 邊邊勾勾縫縫縫的地方 這地方常常就是我們清潔的死角 因為我們會模糊這樣子擦拭 但在這個地方 角落的地方 比較容易會藏汙納勾 那我們一樣呢 用這個對付重油汙的 背半便捷水 噴了之後我們用濕敷的方式 塗好紙巾 稍微濕敷一下 把它拿起來 你有沒有覺得它軟化的感覺啊 然後我們再拿一個就是 可以硬硬的然後可以去刮的 你會覺得很噁心還是覺得很療癒呢 要不要看看喔 有沒有 這種角落細縫的地方 也可以輕鬆的把油汙給清乾淨喔 那針對領口袖口應該要怎麼清潔呢 我們可以在就是像是領口袖口的地方 然後要洗衣服之前啊 先在這個領口袖口的地方 先加它噴了幾下 接著呢就把它直接丟進洗衣機 按照一般的正常洗衣的程序就可以了 那最後一瓶呢就是這個 黃色包裝的 這個呢就是一瓶檸檬酸水 不過其實這一瓶啊 如果你要達到就是去水垢照垢啦 除臭除菌的效果的話 也可以參考TOLOMA之前 其實有做過一支影片 這支影片裡面就有教大家 如何自己調製5%的檸檬酸水 那你也可以自己調製 不一定要買這一瓶啦 只是說你懶得調 或者是覺得 欸每次要使用的時候 要調那個檸檬酸水很麻煩的話 這一瓶也可以幫你節省不少的時間 好接下來呢我們來測試 檸檬酸水這一瓶 這是浴室鏡子上面的水垢 直接噴在水垢的地方 然後 快濃 有沒有水垢 水垢都不見囉 然後啊就是這個馬桶下方啊 平常男生尿尿的時候可能 尤其小朋友他可能會滴到那個地上去 就會有尿燒味 所以呢我們也可以用檸檬酸再一瓶 然後噴它除了可以除尿垢 而且也可以去除菌 還有除那個臭臭的尿燒味 以上呢是今天豆豆媽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大創常常看到的這個清潔用品 它的使用時機 還有呢使用的方法 那如果呢大家對於我們常見一些賣場的清潔劑 也很有興趣想要看豆豆媽來跟大家分享做介紹的話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讓我們知道 欸我們可以做一系列的 就是類似這種名店的清潔用品的開箱 好像也還蠻不錯的喔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呢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讚加分享 並且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